蔡英文在野的时候怎么说 蔡英文在野的时候说 一个民主的政府 不应该再用巨码 不应该再用警察 可是等到蔡英文 成为台湾的领导人以后 他巨码用的更多 他的警察用的更多 为什么 我认为第一个原因 叫做贼心虚 第二个原因 也就是心中缺乏安全感 第三个原因 权力的作祟 权力使他腐化 绝对的权力 使他绝对的腐化 所以在做贼心虚 在缺乏安全感 在权力作祟的情况之下 这样的场景就一再的出现 这是面对中天换造的事件 许多人对中天 对蔡英文是有意见的 认为中天做了很多的假新闻 中天做了许多不平衡的报道 但是问题是 中天所发生的情况 台湾的其他电视台没有吗 三立电视台没有吗 三立电视台的林坤海的行为 很可能比蔡英文还要恶化 而其他的电视台 相对中天 也只不过是五十步与百步之差而已 所以今天选择性的挑中天 一个来进行所谓的官台的威胁 只有一个原因 他才不是为了什么假新闻 才不是为了财团干预媒体的运作 他其实就是为了一个政治立场的问题 因为中天的政治立场 不是倾向台独 中天的政治立场是偏蓝 而不是偏蓝 因为中天的政治立场 对于蔡英文当权者 有许多的批评 这就是现在因为安全问题 所对中天提出的官台的威胁 希望中天要不好好的听话 要不我就让你在电视频道里消失 其实就是这个原因而已 但是台湾握有权力的人 往往嘴巴讲得漂亮 但是干的都是一些 男道女仓的强道的行为